下面这个消息篮球迷们听了可能会有点伤感 NBA著名球星姚明的前队友迈克格雷迪 今天正式宣布从NBA退役了 16年的NBA生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美国当地时间8月26号 在当地电视台的一档谈话节目中 迈迪亲口宣布了退役的消息 我已经打了16年球 这是我热爱的运动 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但是是时候走到终点了 1997年第一轮第九顺位 迈迪被猛龙队选中 以高中生身份加盟NBA 16年职业生涯 他场均得到19.6分 5.6个篮板和4.4次助攻 7次入选全明星 两次获得得分王称号 被认为是史上最具天赋的球员之一 巅峰时期 迈迪无所不能 闪电突破 隔人爆扣 干拔跳投 超级天赋 让对手陷入绝望 而最神奇的莫过于35秒13分 和带领火箭队好取22连胜 然而在岁月和伤病面前天赋尤其显得脆弱无力 2010年被火箭交易之后 三年里 麦迪辗转流浪四只球队 去连出场时间都难以保证 上赛季 麦迪来到中国效力于青岛双星 并打出全明星级别的数据 人们依稀可见 那个无所不能得分王似乎又回来了 可这时候 麦迪却突然宣布了退役的消息 老兵不死 他只是慢慢老去 早已猜到了结局 但却无法释然 再见 麦迪 再见 青春 不过呢 麦迪也亲口说了 来CBE的大门仍然开着 也就是说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在中国的赛场看到他的身影